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将为我们连妹来讲解2012年金利智能手机杯全国为期甲级联赛陈耀业九段与赵汉成九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首届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为期快期赛的精彩对局片段 今天要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也是比较有意思 我管它叫做围棋界中的突然死亡法 大家都知道以前看足球的时候 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项规则叫做金球制胜 那就是说在加时赛的时候谁先进一个球这比赛就突然终结了 那在围棋比赛中呢当然是没有这项规则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现象 就是在大家看上去还很莫名其妙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棋手就中排认输了 或者说是在这个终局的阶段 也许是突然出现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一些情况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棋局 看一看这个棋盘上的故事 这盘棋是罗喜和直黑对阵连校 这也是半决赛上的一盘比赛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盘棋 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中信银行杯是快棋赛啊 所以说刚才我说的这种场景 在快棋赛中但是这个出现的概率就会更高了 那这盘棋最后呢 黑棋是很莫名其妙的 这个罗喜和九段它很莫名其妙的超时 超时判复 这在职业棋手的赛事中简直是太少见了 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还是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这个时候白棋实战它是在这顶 连校直白的连校是在这顶一手 这手棋目的可以说是比较明确了 它是想冲击一下黑棋这边的薄味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局势 来看一看这个黑棋需要怎么应对 才会比较合适 或者说是黑棋在当前的局面下 必须要走成什么样的结果才能够满意 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局面吧 那白棋在这个地方棋盘的下方是有一块 很大的一块实地 这块实地呢是具体数下来的话 就是三十多木棋 三十五木棋左右 然后棋盘的右上角 这块大概是一个七八木棋 加上这个体子啊 加上这个后卫 大概全盘有五十木棋 是至少的 白棋至少有五十木 那黑棋呢 黑棋的最大的一块实地是在这边 棋盘的左边 棋盘的左边黑棋是这吃了 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棋包括这棋子啊 是拔克棋子 那大概这块棋大概有四十木棋 四十木棋加上黑棋这个角 这个角也是有 加上这个子 这边的那个一点点的木数吧 大概是有小二十木 加上这边 也就是说黑棋呢 现在它是有六十木棋朝上的 但如果白棋 黑棋挡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记住了啊 白棋是五十木棋 黑棋是至少五十木 黑棋也是六十木朝上 也就是说盘面十木 我们是没有算这个地方的 没算这个地方 是黑棋盘面十木 但如果挡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 挡的话 最简单的白棋就在这走 这招棋就很好 这招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已经无法去联络了 比如说 你再去想去拖啊什么的 这都肯定不成立了 因为这个黑棋自身太重了 黑棋这边是不可能死的 那这边死了 这棋肯定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比如说你想拖了顶啊 去这边弄啊 这都是不能成立的 白棋只要一接 它把你这个右边这一块吃掉 那黑棋也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白棋这一飞 黑棋怎么办 黑棋要确保自己这块棋做活 这拖不行 那就只好去这尖 尖 白棋挡住 黑棋 局部来说还是没活进 它如果想活的话 还得花一手气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判断形式 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刚才说是盘面十木左右 这个子或者黑棋这个子团在这 这个是没关系的 那黑棋呢 它自身的收获也就五六木棋 这块是多出了五六木棋 那黑棋也就是六十五木棋左右 那白棋这个地方吃了可不得了 这个地方白棋突然 就比如说它就挡一个 这地方突然膨胀出了十几木棋 你刚才盘面十木 你加上这个五六木 这是盘面十五木 但是我这也吃出了十五木 那就是盘面差不多的一个形式了 所以说这个棋 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等于就是 相当于等于认输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根据当前的局势 那罗细和呢 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是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挡 如果挡的话就 这个棋就不行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一定要求变 所以说他实战是这个扳 先扳 这条棋很 也很有意思 当然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手吧 因为你挡的话这边有毛病啊 那黑棋肯定就想先把自己的毛病防住 之后我再来挡 这也是可以说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一招棋 白棋搬 黑棋 粘 白棋粘 这个连销下的非常的规矩 老老实实的跟着你硬 那这个时候呢 就 我们刚才说的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 这个时候啊 在独秒声的催促之下 那罗细和九段是 慌忙的落子 在这这一贴 而且落子之后呢 他没有来得及去暗中 然后 结果呢 就是黑棋超时负了 那这是一个 让我们大家看上去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这是属于围棋比赛中的一个 突然死亡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罗细和他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首先 我们刚才讲他搬了毡 这两手棋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防止这边的打弱 这点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你这个已经先手 达到这个目的了之后 为什么不去挡呢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黑棋只要能挡呢 这个棋应该是黑棋的引起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盘面石墨 那我这一挡之后 这边又突然增加出了15木棋 那我变成盘面25木了 那你白棋这边 好像看上去收获也没有那么大嘛 那如果挡住的话 那应该是黑棋的引起啊 但是事实绝非如此 就是这个连向啊 他非常冷静地搬了毡 这个小棋手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阴谋 黑棋如果挡 那白棋可以爬 这招爬 可以说是对黑棋致命的一个打击 爬的时候 黑棋当然你不能走别的 你走别的的话 这个他 比如你这种斑 他就沾上就行了 这个局部对杀 黑棋就卖一气了 因为你外面欠个断点 所以说这爬的时候呢 这没办法 黑棋只有打吃 这样白棋一拐 这个棋很有意思 白棋突然转手去跟黑棋这块进行对杀 当然黑棋只有斑 白棋一断 黑棋这个是非常的无奈 这要被白棋一扑 要打成一个蹭铺 打成蹭铺倒是不要紧 最关键的是白棋通过这一串的交换 把黑棋的气全部打紧了 这个时候白棋 比如说他在沾上 就自己收气就行了 黑棋只有力 这时候白棋简单的收气 那也就是说 这个局部来讲 我们再来数气 实际上是黑棋反而慢一气 一二三四五 对黑棋一二三四 五七对四七 白棋反而把黑棋吃掉了 所以说通过这个理解 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明白 罗西河最后的拜音 实际上是出在哪 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明白了 实际上它超时 超时负可以说只是一个假象 而是这盘棋实际上来说 它是已经由于自己的失误 它已经导致了不可挽回的一个败局 那么这盘棋 当然看上去也是非常的精彩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盘棋 双方在前半盘就不断的这个转换 不断的打结 当然罗西河呢 它也是充分的发挥出了 它的这个棋风上的特点 但在最后的阶段 我们看还是这个小将联校 它在计算上 还是要这个发挥的更稳定一些 那么也是最终 这个罗西河超时嘛 这个联校很顺利的拿下了这盘棋 进入到了决赛 好的 那今天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我们感谢赵首寻五段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要请上的是刘京八段和陈南 业余六段 他们将为我们来讲解 2012年金利智能手机杯 全国维席甲鸡联赛 陈耀业九段 与赵汉成九段的精彩对局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盘对局呢 是2012年金利智能手机杯 全国维席甲鸡联赛第十六轮 辽宁绝华岛与中信北京之间的主将对决 是由陈耀业直黑对阵韩国的外援赵汉成 这盘棋呢 因为是下之前呢 在最新的公布的等级分里面 陈耀业已经上升为中国的等级分第一位 然后他最近的成绩也非常的好 打进了唱级杯的决赛 而且在第一届百零爱头杯世界游戏公开赛里面 也打进了半决赛 韩国的外援赵汉成呢 是在韩国现在排名是第六位 第六位 然后也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第一位 对韩国第六位的一般的争斗 下面呢让我们来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 好 这盘棋是由陈耀业来直黑 陈耀业的棋风呢 它是比较扎实 酷爱实地 但是呢就是酷爱实地是它从小就是这样的棋风了 然后它是不是还跟你一块学过棋啊 对很小的时候十几岁 对然后呢它那个因为这个棋风呢 就是从酷爱棋风 酷爱实地 但是它大局上肯定是要稍稍的要差一些 但是呢最近的它的棋风呢 它的有了一些的转变 然后呢该攻杀的时候它也会攻杀 在大局呢它也会注重 但是它的本它的最大的那个爱好呢 还是喜欢实地 但是因为有这些转变呢 所以呢它的成绩才会相对的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嗯 陈耀业在本赛季是16场全勤 然后取得了11胜5负的这个好成绩 而且它是在可能就前两场没有当主将 对 14场全是在当主将 这个成绩是非常的优秀 已经逐渐取代了这个北京队的大哥孔杰 然后作为中信的主将 好的 好 这番棋呢 现在陈耀业是使用了新小木 现在这个布局呢在最近当今的棋台是非常的流行 对 然后白棋挂角 对 这个布局啊甚至有取代中国流的那个趋势 是吗 对 这部挂角是也是最近的其他里面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我们以前学的好 对 是的 是的 为什么逐渐它被淘汰了 大家都去挂角了呢 对 因为是以前如果分头的话 这部棋就是分割 然后是很那个普通 但是呢现在呢白棋呢是担心黑棋挂一下 然后从这边逼或者大飞也可以 如果稍普通的话白棋拆二 然后黑棋在这个两翼张开 然后现在的黑棋呢布局啊 它的速度啊显得就是比较快速 这个逼住也可以 就是形成这样的局面是白棋不满意的 也不能说不满意 就是黑棋速度比较快速 因为现在黑棋是大题目嘛 以前我记得我们学棋的时候啊 老师都较早在这个白棋分头的时候啊 黑棋啊是应该往这边逼的 是 有印象 有印象嘛 这边逼的时候是不是跟慈祥也一块学过呢 然后呢白棋这么挂 然后黑棋再这么小飞 这样的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很早以前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但是现在呢 因为是大贴木的时代 从二有十分之三子 咱们中国的规则 变成了三有十分之三子 然后呢 所以呢 黑棋如果还是在这么本分的下呢 就是对以后的贴木啊很不利 所以黑棋就是演化成那个 就是速度 要追求速度 来弥补这个大贴木的那个 多了一指的这个损失 所以现在呢 白棋改为也是比较积极的下法 挂脚 黑棋就是小飞 黑棋小飞 如果说黑棋这边 一间低加 或者二间低加 那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格局 那白棋就会双飞下或者点三三 黑棋就经营这边的模样 白棋就转为实地 现在呢 白棋黑棋是小飞 是不是也体现他喜欢实地啊 是的 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 有两个选择 其实说到这个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赵汉成 赵汉成其实是一个很儒雅的一个小伙子 而且人品 奇品都非常的好 没错 我们还记得啊 他08年的时候在亚洲碑 他获得了亚军 然后跟李士时一起 然后把他们的亚洲碑的冠亚军的奖军 捐献给了咱们汶川的那个地震 是的 然后是 所以说一个外国人 没有这样的举动 所以说他很让人感动 就基 正因为如此 然后第一阶百零爱豆杯 那个是有一些公开赛的那个一个外卡 有一张呢 就受予了赵汉成 就是因为他08年的时候 帮助了咱们的军船 所以他的人品是没得说的 奇品也非常好 那赵汉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奇风 你了解吗 对 他也是一个非常扎实 比较厚实 善于应用后世 后半盘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 我记得他那个去年是 好像是也是当了辽宁队的外援 然后带 他也是带主将位 率领辽宁队来到了为甲的冠军 当时是17次出战13胜 13胜400 超高胜 这个非常优秀 这个成绩 然后我们来现在看实战 他就飞脚 对飞脚 白棋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很普通的 拆三 如果稳健一些 可以选择拆三 然后接下来呢 黑棋就可以脱先了 以后是挂脚 又在这个打入 对 也有直接打入的 打住呢 白棋也可以直接拆二 不理或者直接靠 这个下法 都是有的 这样呢 就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格局 但是相对稳健一些 像朴永迅这种可能就会选择这样 但是呢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飞 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 黑棋为什么要飞这个 黑棋首先呢 他不愿意只有单一的 进行这边的模样 他没有夹击 什么二间高架 二间低架 一间低架等等 他这么想飞呢 其实呢是 他不可能是让白棋飞的时候 黑棋简简单单的走一个 这白棋太舒服了 对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那黑棋这个布局就太失败了 速度太慢了 对 不光速度慢 让白棋在黑棋的这个 在视地范围里面 走出这么舒服的形状 这对黑棋来说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 然后呢 所以说黑棋飞的时候 如果白棋 它应该是在就是这边星期 不 如果白棋要在这边的话 黑棋就算了 它以后可以打入 之类的下法 但如果白棋要飞 那黑棋呢 一定要有别的下法 就是有 第一个游铐 或者家 或者家 就这样两个下法 这样呢 就白棋如果我们 比如说它家 白棋在煎 会煎这个吗 对 是的 这是一个动式 这个现在是都要蒸了吧 对对对 还是 反正这个也见过 这个也见过 但是它现在蒸子有利 而且 如果走这个 第一个是蒸子不利的情况下 第二个呢 是你如果蒸吃 白棋有一个很严厉的 那个引针手段 白棋一般是不是就是 对对 比如说假设 你会跟着 白棋如果说 这有一个很严厉的引针手段 那黑棋这部 有可能会考虑在这边 现在这边下面是空的 那对于黑棋来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蒸吃 这是一个定式 黑棋觉得这样的下法呢 比直接 白棋挂脚 黑棋一间低加 让白棋点三三 这样的话 来得要厚实一些 那如果他直接这么下 不是被别人就是 很舒服的在这 手个脚闪闪发光了 是的 那你说说得非常正确 所以说 在白棋 当然只是这个 一间低加呢 是其中的一个下法 黑棋还有种下法 就是白棋飞的时候 黑棋还有一种 变化非常复杂的 这些靠 但是呢 在这个 无论是靠之前 还是飞之前呢 黑棋呢 都要先交换一下 先挂一下脚 但是这个时候 白棋是跳的啊 平时就是多见一些 是不是就小 以前为什么 就是挂脚和白棋小飞 黑棋 然后无论是靠 还是夹 在左层 刚才咱们摆的那个形状 那他 黑棋先挂一下这一手 就明显的便宜了 白棋这边没有 很好的一个 倾销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 那围棋是在发展的 双方在斗智斗勇 勾心斗脚 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对 你是想那么构思 但是作为对方 对手来说 他不会轻易地 让你达到这个目的 那这个就是 破坏黑棋意图 没错 这个是绝对破坏 黑棋意图的意思 就是黑棋 小飞挂的时候 白棋在正常 都是要小飞手脚 但现在呢 改为单关跳 这样呢 明显留下一个 黑棋的逼的一个弱点 但是呢 如果黑棋在这边 再继续动手的话 白棋将来 真到了先手 我们这边就变化 就简单摆一个变化 还是这样 对 现在呢 白棋在上边呢 它有一个很严厉的手段 是这个吗 没错 你说得很正确 就是因为它这个单关跳 是高位 所以它在这部尖冲 就显得就是 它就有援兵了 离它近 你在冲出来的时候 就 它就可以 就说这个棋在这儿 比在这儿 对这边杀伤力要强 杀伤力很好多了 因为你在冲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挡住 现在它小飞的话 它冲出来 白棋是不容易挡住的 所以白棋针锋相对 就是为了针到这个尖冲 黑棋要从下面爬 就太委屈了 上面冲也冲不出来 所以说走成这样的话 黑棋 所以黑放来说 当然不是说不能下 但是呢 稍稍有些不是特别的满意 因为自己的意图 构思 布局的构思 被别人打破了 被别人打破了 然后呢 我就本轮为假 就是定换一盘棋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进行 是吗 黑棋呢 在白棋飞的时候呢 是十月对那个范婷玉 两位的 也是主将战 主将战 都是咱们当今中国的 年轻好手 十月的黑棋 十月是选择在这个地方 这是最新研究成果 我觉得是最新研究 但是陈耀夜 当然我们陈耀夜 实在是先挂了这部 可能陈耀夜还不知道 也许下一盘陈耀夜 看见了 陈耀夜也许就会改成 陈耀夜是什么意图呢 这个意图就是 白棋要脱线 这个双飞燕 也是不叫双飞燕了 就是有点 变相的双飞燕 非常的严厉 白棋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呢 白棋如果 说现在在单关跳 黑棋再也在这边 走成刚才的形状 对于白棋来说 他这边就没有 那么尖重 那么严厉的手段了 所以都是改进版 改进版 所以都是在争锋相对 就是 所以当时那盘棋呢 十月和范廷运的对决 范廷运是小飞的手脚 十月在一间 一间那个地家 走成刚才的形状 这盘棋最后的结果 是黑棋获胜 那证明这招可下 对 因为这白棋在上面 就没有很合适的手段了 顶对就是在上面监住 所以这部棋可以给大家 推荐一下 对 隆重推荐一下 好我们来先看实战 这盘棋是小飞挂 然后它是单关手 是的 然后呢 但是现在陈耀岳呢 单关如果他走这个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个监充的好点 所以呢 他就选择了 就是靠上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是 尖角 对 这部必须是要尖的 然后 现在 接下来白棋有好几个下法 一个是压 一个是跳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反正在实战里面 咱们的高手的队性里面 都有 都发生过 然后赵恨成 咱们像刚才所介绍的 他的棋红不是比较厚实吗 那肯定就压一下 对对对 了解 你的棋红是不是也很厚实 这时候黑棋是不是也有很多种下法 黑棋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选择 一般来说黑棋就跳了 因为走这个太重了 白棋压的意思啊 是如果压你长 将来你再搬 白棋顶 你再沾 这个压就被白棋便宜了 所以它一定要跳 将来搬如果搬到这样的行程的话 这个跳就比这个长 它那个效率要高很多 所以你 假设现在压长的话 黑棋还可以接着压 黑棋还是很难说 有没有搬的 搬这个 搬这个的话是白棋搬下来 我走这个 好像似乎见过 对对对 这也是曾经那个什么白棋飞 这是曾经有过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就 大多数觉得是这样的变化 黑棋吃完这个纸 实力其实不是特别大 还不能满意 还不能满意 因为将来这边白棋有纸的话 这边还有点 还有爬的一些借用 就本身来说 就算什么手段都没有 本身来说 以后将来是这样 我拖到这里 黑棋吃到这 木树并不大 木树并不大 但是呢 白棋走到外头 然后立到这 飞到这 这形状特别好 将来随便逼到这 一手去就可以逼 逼到黑棋的那个 就是脚步 然后这全是死地了 黑棋也不可能再去打路 这怎么说 也是在黑棋的阵营里 被白棋吓成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慢慢被淘汰了 是的 因为黑棋不是太满意 就是我们就算再喜欢死地 但是就单纯的去 去占一些死地的话 就在大局上就要试大局 所以现在大家都怎么下了呢 对 现在是要跳这个 然后 因为下部白棋不走 白棋黑棋就要搬了 所以白棋要先挖 黑棋不搬 黑棋糊下 白棋也收回来 这形状太好了 贴住 贴这个 对 现在还不能去随便再一起搬 把它一断 这个外面被针刺了 那这白棋这个 比刚才还要好 就刚才的变化 我们都认为是白棋要稍好一点的一个变化 好 做成这样 我觉得主要是咱们又得向观众 就多介绍一下这个局部了 以前 在这个局部 现在白棋是不能脱鲜的 白棋不是不能脱鲜 白棋当时想不到要脱鲜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以前的这个 接下来这个白棋的运接 白棋是断吃这个 现在如果不能断这个 你断哪头 被黑棋那么吃 你吃那个太小了 黑棋本来贴起来的意思 就是准备要放弃这两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如果走成这样 黑棋这边就行走就非常好了 白棋吃两个 其实它是很干的 所以白棋一定要先断吃 但断里面是不是也得先打一下 对 黑棋要打 就是俗话说断哪边吃哪边 黑棋白棋要这么来就不行了 黑棋可以做活 所以白棋要立一下 所以白棋要立 现在黑棋吃是不行的 对白棋打一尝 局部对杀是杀不过的 所以黑棋红这个 然后白棋吃这个 这是以前比较 一个常见的变化 一般是这个结果 对 以前经常出现 那这个怎么样呢 两分 这样 两分吧 然后作为黑棋来说 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就是白棋速度稍稍有些慢 黑棋这边的配合 也还拿马虎虎 就是反正黑棋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白棋作为大题目来说 它也许可以接受 但是就从效率上来说 它稍稍的缓慢一点点 所以后面白棋就不走了吗 对 所以说现在演变成黑棋贴的时候 白棋不走 对 这盘棋就是它在这守了一个角 对 因为如果你刚才转这样的话 这边挂着 势必被黑棋先守 然后白棋现在脱先了 那黑棋需要马上在这边动手吗 黑棋现在就是搬这个 白棋会断在这边 这样的话 现在如果黑棋马上搬 白棋可能有好几个选择 它可以藏出来作战 也可以搬这个 搬这个的话 就跟后面实战一样 实战一样 对 黑棋基本上只能吃 白棋还藏 总之这样 黑棋是得到了一些木树 但这个子还没有完全地把它吃掉 但是这边被白棋挺过来 对黑棋这边影响非常大 而且白棋对这边有很大的辐射 所以现在黑棋要是直接在二路班的话 可能会现在的局面下显得小局了一点 不便宜 不便宜 对 虽然在木树上它有一点点的收获 所以呢 就是那个地方局部双方都放着不下了 对 黑棋要下的话 黑棋有个办法 黑棋等到白棋逼的时候 黑棋可以来 如果你现在来 现在来这个班 能吃到这个子 就顺便就把这个角上也就顺带地补活了 但是呢 如果像白棋先走一个 你再来顺带补活 白棋这个子 它的效率就变得低下 所以这样的话还是一个顺调 黑棋下这个 对 白棋其实 这个 主要是这个棋架子实在太大了 虽然很想往上针 那白棋下一步还是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手段 对 这步棋 这步棋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是会在 我肯定会加在这里的 加在这儿我就跳出来 对 白棋就简单跳出来 那您这脚上似乎没什么木呀 这个就不要木了 因为它单弯跳本来就没有木 这还有点三三什么的 我觉得这步棋啊 不是说要 这主要是要攻击这个 这两个黑子 然后让这边的后势啊 有一定的发挥作用 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一个 一个正常 一个普通的一个 正常的下法 实在呢 白棋突然是这个 直接尖冲 是不是 就是说您摆这个是说 是普遍的招法 它这个是非常手段 是吧 对 它这个非常手段 因为它这边 这边 我们刚才所说的尖冲 是因为这边是 另外的一个形式 现在呢 就形状不太一样了 而且是在被黑棋先 走一步的情况下 白棋还是介绍来了这步 好像稍稍有点不太一样 那他想让黑棋下什么 他想让黑棋爬是吗 不太可能 我觉得他 他肯定也考虑到 黑棋在这边 因为白棋像我们刚才介绍的 黑棋爬 被白棋这么残过来 黑棋是下面太小 然后再被人家逼回来的时候 那就太苦了 这抽也不对 因为基本上这个子 容易被白棋残扰攻击 我觉得白棋 能想到的 黑棋肯定是要拖先的 拆二的 对 然后他再来逼这个 我觉得是他的一个 连贯的一个思路吧 因为这边毕竟是 虽然黑棋走也没什么 特别厉害的下法 但毕竟白棋脱先了 然后这边还不是那么 特别的安全 白棋现在时候 不考虑挡下来吗 因为这个黑棋在拖先 现在 这挡下来的话 效率会稍稍差一些 因为这边 其实你这部棋 只是对这个子有威胁 你再加一锁 还是只对这个子威胁 但是将来还是有个点三三 白棋 黑棋这边已经 转到一个拆二 白棋这边的形式 已经被黑棋破坏掉了 如果是这么小 白棋的意图是 如果这边以后有紫 起碗就将来是 一步棋吃在这边 这样的话效率还不错 看起来很漂亮 对 因为走在这 至少黑棋脱一虎什么 还有棋 没吃干净 没吃干净 现在白棋 然后黑棋就是在补棋了 黑棋在搬 对 这番棋呢 就是之前的硬石碑 硬石碑是底昌浩和 朴婷环的对局 也出现过一模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局部 那边不太一样 就是在这个白棋逼的时候 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李昌浩是用了单棋这个 这步棋 然后呢 白棋搬这个 当时内盘棋的实战 是这样 是这样进行 然后白棋搬 开始断 然后从这开始进行了 另外的一种战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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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它是在 间接的补墙 这个脚地 这个我有点没看 因为刚才搬这个 我知道它是在补脚 这个 也算 也是在间接的加强 对 因为它威胁到这块白棋 那这块黑棋呢 就相对就安全 而且将来 如果你要爬 黑棋这一般 白棋是非常难受的 白棋也不会轻易的 先去 拱脚 来不及 白棋现在下一步跳 然后从这开始就进行了 开始战斗 中海战斗 对对对 这只是一种 一种思路 它这个街 就不让白棋 这边 白棋就没眼形了 总之 下到这儿呢 黑棋的思路 就是要补这三个 这个脚 当时我就想 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 别人一走这个 我就挡脚去了 这是最 简单的一种 对 它确实非常简单 就是别人一逼 你就挡脚 但是呢 显得 太老实了一点 就是现在他们班 要求这个效率 要更高一些 所以说我们棋友看棋 高手的棋 要学一些这些招 不要那么直接了当的 别人一逼过来 就老老实实不讲 对对 尤其是 比如说我们的棋友 别人跟高手下 让子棋嘛 别人说这个形状 一逼就挡 一逼就挡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印象 就这么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实战 然后就断了 白棋断 对 这样一上 白棋断 如果现在长出来做战斗的话 黑棋断一顶 再扳的话 它就弯出来 那这个战斗 虽然白棋断有等等吧 手段 但是黑棋断拐出来 这个战斗 黑棋还是不怕的 嗯 白棋也没那么刚理 对对对 直接扳过来 长两下 它就觉得满意了 是的 然后现在呢 白棋断单扳 是这个 对 长 然后 这个局部呢 就是可以说是 高于段落 嗯 现在呢 就是 跟刚才比起来 黑棋现在为什么这么选择 第一个 白棋断有个B 对吧 它顺势在扳 第二个呢 它这边有了拆二 白棋的这边呢 就是对这边的辐射呢 它就小了很多 所以黑棋现在这么选择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然后是走这个了 对 然后现在要出动这个子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白棋如果一脚吃 一手 比如说 比如它这边威胁两下 将来如果一手吃到这 那还是挺大的 很充分了 很充分 或者直接压嘴也很厚 嗯 小耀叶肯定不这样啊 他这么喜欢实际的选手 对对没错没错 这个好像是在底下 掏得还挺舒服 嗯 是吧 这一飞 对 这活得很清楚 活得很干净 但是就从黑棋的 这一整个的一系列的下法 对吧 来看 陈耀叶呢 就是 虽然都下载了三路什么的二路 但是呢 它非常的连贯 嗯 就是呢 它首先不让白棋的四位坐大 对吧 先来了一个拆二 然后呢 它该补墙的补墙 但是呢 每朝起都走在了墓上 是 很连贯 之后白棋 是下这个 白棋逼住 嗯 这个逼住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意思 这个呢 因为首先 这个地方啊 将来有个冲断 白棋还有点 担心的地方 对对对对 它有薄弱的地方 对 一定要在 逼住这个 威胁到这两个子 将来如果还冲断的话 这个黑棋自身也不好 它就放不开手脚 嗯 但是我觉得这边也很大 嗯 是的 因为这边给黑棋留一个头 这个大家只能比 对我这个后事 怎么不想让它出来 对 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如果再从这边出来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过分了 嗯 黑棋也许就会跳一个吧 哦 您不拆二呀 哦 那如果我拆二 你是准备干什么 您拆二 我就想要您拆二 是这么设计的 我准备干这个 怎么拆打 对 这个 看这太平洋 我多舒服呀 哦 这样是吧 这行吗 我设计的 挺好的 如果能做成这样 我觉得白棋 还是可以满意啊 嗯 就是以 以这个太平洋 来对抗这些各种小岛 是吧 我觉得白棋可惜啊 这样的话 因为我当初 想封这个口的时候 就设计的 您要拆这个 因为实战白棋是逼过来嘛 我们在想 如果不走 会不会黑棋拆二 这拆二本身当然价值很大的 不过黑棋可以先跳完再拆二 不知道怎么 这个大字是要补的 这个不出乱太严厉了 黑棋在拆二 我做不到 可能我的预想图 是无法实现的 理想和现实 可能是有点差距的 嗯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 他实战选择这个原因 这稍微有点落空这样 因为你看不出到时候中间到底能为多少墨 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大厂 嗯 然后黑棋呢 对 黑棋就出头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 白棋现在逼了 黑棋要从这边出来的话 黑棋就过分了 嗯 唱 跳出来 嗯 这个出头 第一个是破坏白棋的势力 第二个呢 是威胁到这个白棋 然后白棋呢 这个尖冲 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就是在加强自身呢 也在扩张这边 如果普通啊 正常白棋 就是两边贴 应该飞 爬或者是 爬 不 现在爬 现在贴这个没有意义 哦 因为这边都白棋藏过来了 嗯 黑棋要么就可以直接飞到这里 如果要追求实地的下法 要么就爬 要么就飞 嗯 实战的下法 倒是真的是 出乎意料 啊 出乎意料 如果是别人下的 可能可以理想 陈耀叶下的 放着这么一个点 他没抢 没错 对 你说的真是我想说的 因为是 实战 我们现在看见他的实战 他下了这股 嗯 我觉得他这部戏啊 就充分地说明了 陈耀也并不仅仅 他现在情况真的是有点改变 全面了 啊 全面了 不光光是看见实力 就想往下面来 嗯 以前就是 我记得他 反正是先来 来木再说 因为我跳出来 你中间有没有不舒服啊 嗯 但是他这部戏呢 跟这边其实是 有连贯性的 他威胁到这块黑白棋 他不让你连回家 不让你很舒服的 就连成一块 就有这时候之后 感觉之前 白棋挺厚的一块棋 会不会要受攻了 对 有可能了 嗯 然后白棋现在实战是 对 左色部戏 嗯 这部戏 正常是应该先挡的 就挡完 就不论 把黑棋印在哪里 你吃地也好 再走 什么也好 拆回来 他再拆回去 是的 但是呢 现在白棋单拆呢 我的理解是 他就是 就是为了担心这块棋 嗯 就是因为现在 黑棋这边至少 如果你贴黑棋 就像如果贴上来 这个没有路了 这边几个降落 有个压 也许对这块是有帮助的 嗯 贴到这里 然后这边的借用也少一些 嗯 自己有点照应吧 对 有点照应 然后这时候黑棋爬 对 这时候黑棋一看 直接攻击也不太好攻 就再爬 那就可以看看 爬的时候 坚重爬 白棋走这个 嗯 虽然这边就是大致 步调有点大 意识差不多 嗯 黑棋再走过来 嗯 就虽然这个顺序啊 就倒拐还是一样的 但是其中内容 那个内涵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这时候白棋 飞 嗯 他这地方 他也不着急 就是说处理一下 或者 现在因为他在直接补的话 他也 不肯 不肯 对 而且本身这就很大 这地方就是简单黑棋跳 所以还是有漏洞 嗯 然后下面呢 也是有打入 这边有点这个 就是 如果要请 要那个掏空的话 还有这个下巴 嗯 这边有打入 这个跳还是 怎么说呢 怎么是双方必争的一点了 也不是 就是 看起来很缓慢 但其实他的后续所在很多 嗯 很有内容的一手机 所以白棋是先把这个飞过来的 对 简洁的也加强了这边 嗯 然后黑棋 那黑棋这地方也不需要补齐吗 对 嗯 现在还不着急 就一个单薄的拆二放在这 怎么感觉 固灵灵的 现在 如果黑棋跟到硬的话 那白棋这补齐就便宜了 嗯 所以黑棋 要先 先攻为首 对 黑棋 打这个 嗯 结束 然后直接飞过来 它这样也不粘了 哦 这个粘是损的 嗯 这个粘跟白棋这个交换 嗯 黑棋是损失的 因为把这个纸 气贴紧了 白棋提黑棋提 这个白棋是没有眼的 嗯 黑棋自己飞过来 然后白棋 这看上去是不是有点 有点危险 受工了 受工了 这黑棋啊 就算吃不掉呢 就是从攻击中获取一些利益 它也是可以接受的 嗯 然后它震这个 对 因为这边有靠帅的毛病 就是突然觉得 陈耀岳的棋线很大局啊 哈哈 它震这个 其实就是一边威胁到这边 一边就准备 左手在下面打入 这边还有打入 对 准备左手打入 白棋现在肯定要补活了 如果说要做个节 被黑棋这么打 这白棋 白来一个节 对白棋来说 肯定是很不利的 嗯 所以白棋选择了一个 长 就是看得最清楚的一个活法 嗯 黑棋这不长也很厉害 白棋不能拐 白棋不能拐的话 这要不黑棋这一冲 就这一长 这就分断了吗 对 眼型就没了 不光眼型没了 还留下了断点 嗯 所以白棋 黑棋不敢拐 他只能把这虎做 然后被他挡上了 挡上 那现在白棋这边有个眼 但是呢 白棋也有收获 虎到这步呢 这不顶 变得成先手了 成先手了 嗯 黑棋不能断 黑棋变得被打一下 再爬一下 本身局部就 很麻烦了 对白棋 对黑棋 简单看一下 嗯 你爬 就别的不说吧 就是白棋这简单一例 起码这三个子是要掉了 要先手被白棋给吃通 嗯 黑棋总是自己先活好了 再杀别人 嗯 他给活 嗯 白棋再爬回来 这个爬是相当于是补活这边 好 现在呢 白棋的这个局部呢 可以说是基本处理好了 黑棋现在不能断 对 我就担心它断 你担心断是吧 担心断的话 白棋可以先斑 您这个我确实是难受了一下 但是我 我 多哪 怎么走 都有点难看 这个首先这个局部啊 白棋这个是先手的 您先手我给您 我瞄着这一块啊 对对对 嗯 就从局部来说 白棋最简单的它也是活棋 你要是破这个眼 黑白棋就简单跳了顶 它也都是活棋 现在还暂时杀不了 对杀不了 对 杀不了 因为白棋一般很难受 杀棋啊 除非是要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 类似这种 这种下出来 要是把白棋吃了再一吃 还是杀不了 目数不愧大 先手我 就除先白棋一般 这两块的活棋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不能轻易杀 就他要能杀 白棋也不怕了 对 是的 要充分相信对手 然后他走这个 这个打入 对 别说来 然后这个局部 现在黑棋靠一个很有意思 对 对啊 白棋 白棋是不是退 看起来好像很软 但其实它是也有顾虑 他可能担心的时候呢 就正常白棋应该顶的 他是不是担心 这时候白棋 黑棋贴这个 如果你现在贴的话 它正好一虎 这个白棋 只要去头被它搬进去了 它如果要往上走 嗯 就被拐 那这个形状很 不舒服了 不舒服 而且一弯的话 黑棋随时一拖了力 就能过了 嗯 这形状不舒服 白棋飞的意思 本来就是黑棋贴 白棋肯定是要 挡下去的 嗯 对吧 挡下去以后 比如说这样的话 这样它形状好 好太多了 嗯 所以黑棋 也先靠下 退 对 还是往下 还是贴 因为黑棋也没有什么好行 黑棋要直接这样的话 那就 就没什么意思 再走的话 你还跳出来了 它还是贴这个 嗯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白棋往上是不好的 所以它往下贴 对 黑棋还是虎 虎 白棋再立 嗯 白棋这时候可以往外走 但是对黑棋呢 也起不到工具的作用 嗯 本身黑棋这一打入呢 就谁攻谁 就很说不清楚 嗯 它这个立本身是破黑棋的眼 这地方有搬过 对 而且呢 还破黑棋的眼 也给自己呢 呃 有些眼情 黑棋是 不想让它联络吗 对对对 这肯定的 如果这地方 要被白棋搬过的话 那黑棋就什么都没走到了 无聊了 自己跑了 对 太无聊了 嗯 这是一定要主度的 但是 白棋这个时候 一定要挡吗 我想怎么来一下给它杀了行不行 哦杀肯定杀不了 如果说你要是工具 我们就摆一个简单的变化 我退了 你说连斑 哦连斑 就摆一个简单的变化 哦 那我是不是得补齐啊 那肯定要补 嗯 就是看本身这个地方 黑棋这一跳什么呢 就在挡上吧 嗯 我还得挡上吧 对 这本来这一点 这已经 有点说不清楚了 就算它这一爬你也很难受 嗯 也不能挡 挡它一点就出事了 那是杀不了 杀不了 算了吧 而且这白棋要如果杀不了的话 这木树其实亏损很大的 外面也其实没有架子 把黑棋封进去 对白棋来说 它并不是封进去后 这边能成很大的形式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黑棋的字 但是这地方就是 不甘心啊 这被它搬还能搬到 还得挡一下 不甘心也没有办法 就是人家先手 就是防止了你这个 对 它这个棋啊 它这个本身以后 将来这个尖先手 本身去做活也没问题 嗯 它现在黑棋打入 不是说白棋人来攻击黑棋 对跑 对跑 对 顶多是个对跑 嗯 好 好 跳出 好 跳这个 嗯 它搬贴 然后它走这个 啊 这部靠断很严密 嗯 出 退 对 白棋是爬了一下 爬了一下 对 我刚刚在想这个 嗯 这边 伤一下这边 是的 可以 可以选择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也许真的会选择你这个材 把黑棋拐 白棋就跳了一下 白棋就跳了一个 嗯 我的话也许会跟你选择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因为接到这碰撑了它这边的拆儿 对 黑棋虽然拐下来 但是白棋在跳的时候 将来还是有搬过 嗯 而且黑棋眼形还是毕竟是没有 不是太清楚 没活进 没活进 这边还得出头 但这边拆儿肯定要被白棋攻击 是 这样的话形势非常非常混乱 嗯 实际上呢 可能是 爬 对 可能因为整盘棋了 黑棋虽然是从这一攻过来 获得了其实这边两个强打入 但是呢 从实地上来说 被白棋顶到爬了 把黑棋的实力是损失的 嗯 所以现在从全局的时空对比来说 黑棋并没有想象中 又要占据多少 多大的优势 嗯 所以呢 这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呢 可能也是召喚者选择 还是先 爬过 先拿点实地 嗯 对 这个顶 先顶很重要 如果断的话 白棋可以顶 这样的话 这个顶 这个白棋就变成了线索 嗯 下回要打了打尺 对 这个白棋就线索防 所以黑棋要先顶一下再断 这个次序很重要 然后 对对 但是加也是必要的 不然的话 因为黑棋这一段就要出 局部就要出事 嗯 就要出问题了 黑棋再立 这局部要出问题 这边 这边要打 这边还要拐 嗯 这个味道太坏了 那还不如当初就别爬了 是啊 嗯 他可能没注意 黑棋可以再顶一下 我估计啊 没想象黑棋 因为这顶本身是一部熟手 嗯 就顶完再断 就把白棋的漏洞给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了 再顶这个 黑棋接触 黑棋白棋这走完这个意思呢 就断它就把它打了爬就没事了 嗯 它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段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段 将来黑棋这个班上打全是线索 嗯 这边是坐过去还也很轻松 哦 跳出来 嗯 黑棋也跳 嗯 白棋也要长 小尖 嗯 它再跳这个 就是您刚才说 它因为这边有一些手 对对 所以说 虽然看起来是被白棋包围了 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黑棋也可以暂时不走 对对 而且这个地方太大了 它一定要针过来 这个首先还威胁到白棋 嗯 咱们虽然看起来啊 刚才说不能断对吧 嗯 但是呢 现在这边纸啊 走后了 逐渐的开始多起来了 这个段还是存在的 周围情况不一样 周围情况不一样 对 现在呢 因为比如说 从这个局部上来说 它这个段 它只能把 这个班是线索 对 我是不是 无论你走什么地方吧 嗯 它这个冲了什么挡 这个基本上是线索 嗯 从局部上来说 黑棋要活棋 活棋可以美 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 现在你如果你现在 白棋要先来进攻黑棋 就想来 它不是这样 想要杀黑棋 它可能要想便宜你 嗯 这时候黑棋不会 老老实实地先去做活 哦 黑棋先攻这块吗 对 它会先攻这块 这样来先攻这块 嗯 这样的话 这边一旦白棋要在做活 做活的过程当中 把做活的过程当中啊 把黑棋这边撞得特别特别的厚 那黑棋将来就不好意思这一段 这块棋整个就死掉了 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成立了 嗯 对 它就是要借助这边 白棋要做活这块嘛 对吧 它肯定是要来撞 嗯 黑棋只要不让它连回家 白棋肯定是个厚手活 这只要厚了 这这一段 它就成立了 嗯 所以白棋这时候也不敢来这个 对 它不敢来 因为要是吃这个 跟这边转化呢 对白棋来说 肯定不能接受 嗯 所以它后面补这个 斑上面 哎 黑棋是走这个吗 对 黑棋 这现在没有呀 黑棋 现在该白棋下 白棋 可以跳白棋飞 然后黑棋 白棋是斑 对对 我刚才说白棋不能 不能这样 对 对 所以我说白棋扳脚 是不是也有这个 补强自己的问题 哎 没错没错 白棋扳脚呢 你看就不能断了 断它一次就回家了 嗯 它的扳脚其实呢 并不是为了 要做活这块 它其实为了 就补这个段 然后呢 这块 你的工具 它再继续做活 嗯 那黑棋这个地方 也没跟着走 哎 再跟它走 就变成后手了 对 一般我们下棋 就是别人一般 想都不想 就先倒着 是的 很小 如果黑棋在这边呢 肯定白棋就不用走了 白棋这个弯先走 这个已经有一个眼了 它就活了 嗯 然后它就可以来 来进宫里这块 嗯 这样的话 黑棋就可能落后手 对 黑棋这个时候抢这个 对 它必须要走 因为 很担心啊 它要落后手怎么办呢 是吧 嗯 那虽然您说这个 黑棋能活 但是感觉这个木树 也挺大的 对对对 没错 就是白棋来不及嘛 嗯 现在白棋组 刚正完 黑棋飞 白棋要得必须要补 嗯 不能不能去转换 所以它来不及 它走这个 嗯 这不棋很厚实 嗯 然后再把那 但是好像稍稍的 总觉得有点缓 这地方来补 但是你不补 这不是明显有个断点啊 是的 是的 确实有 嗯 白棋也有担心的地方 嗯 然后黑棋尖这个 现在呢 黑棋可以说是一尖 基本这边的全都 把上面全部连起来的 白棋甚至都没来得及 去上面去先去攻击一下 是 这个从木树上来说 现在白棋进入 就有点危险了 那现在形势怎么样呢 嗯 黑棋有优势吗 从木树上来说 黑棋的空多 那后半呢 后半 现在黑棋也都连回家了 现在就这块 稍稍有点看不太清楚 但是白棋这个棍子 加上这个 也没有完全的活进 是 然后白棋再尝这个 对 白棋尝 首先第一个木树很大 这个虽然白棋木树弱好 但并不是说它落合很多 对吧 假如黑棋 这边水一点那边水一点 那白棋也不需要怎么样 白棋以后将来顶得红住 白棋的木也够了 它这个第一个木树很大 第二个呢 将来是对这边 还有一些危险 是不是瞄着这一块 还有什么时候断了 有点危险 是的 然后 黑棋开始 走这个 是吧 嗯 然后现在攻击这块白棋 因为黑棋 白棋这块已经完全活进了 没问题 对吧 没法断 这个只是来寻求一些 攻击上的便宜 然后顺势呢 把这一袋 全部都连后 这样的话 形式就比较好判断了 嗯 走这个 冲这个 先贴着这个是吧 对 先贴着这个 嗯 盘 冲 对 这时候要注意 像这个段 看起来好像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可能会 反而不见得便宜 而且甚至可以先冲这个什么的 这样 这白棋 黑棋自身可能会变薄 嗯 因为将来就有个冲 白棋这个捏回来 这黑 黑棋自身会变薄 还不能这么盲目的 对 不能盲目 这很危险 嗯 现在呢 因为它这些有很多线索 所以它没关系 所以实际上 它就冷静地把这个钱接上 就不给你这边任何的线索的借用 但是这个下法 是不是可以判断说 陈尔也觉得自己形式还不错 形式还不错 嗯 它没有分短 它现在不需要去分短 它现在只是 它的本意就是 利用这个攻击 把这块全部冷练后 嗯 它觉得木树就够了 没错 嗯 这个 斑 然后就连回来 对 因为现在呢 黑棋这边 到处都是线索 所以摆起来的时候 它根本就使不上劲 嗯 什么都动不上劲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只能老老实实地 捂完再贴 啊 然后这么弯回来 这是最安全的 那个练回家的 嗯 一个手段 那这个 不能在底下活吗 啊 这现在活不了了 这底下活不了 被虎了一下就 对对对 这对对 这怎么都活不了 对 没有眼 搬这个也不行 搬这个也不行 搬这个它 怎么都可以 所以是它也没办法 只能这么弯回来 对 虽然心很不甘 情不愿 嗯 但是确实也属于无赖 嗯 白棋是 它打了一个 对打了一下 然后是不是把这个 最大的抢了 对 这个非常大 嗯 这个棺子走完后 可以说是 看我们先把这个摆上 可以说是确定了 黑棋的那个 实际上完全的领先 我感觉这个 地位 脚很肥物 很肥 对 因为这地方如果不走啊 将来 白棋可以顶 当时呢 它藏这个 没有顶 是怕白棋走 是变成了后手 嗯 黑棋有可能会脱线的 这边也很 也很大 但是如果都差不多定型呢 白棋将来再顶的话 黑棋就要走 黑棋也不太好走 如果肩这个 那这个也有可能变成了线手 嗯 这个有个靠 是 对 如果黑棋脱线 白棋将来还有一个靠 如果这变成了线手 那这个白棋这个收获就非常大了 嗯 如果黑棋要走一个 不能白棋变成线手 那这木数又小了好多 嗯 被压缩 对 所以这个 如果棋要是成为线手的话 可以说是 这个价值非常巨大 对 我们还得 所以说这黑棋不能随便挖 挖这个 这样冲出来了 冲出来了 冲出来了 这白棋 黑棋是不行 所以这段点是不存在 不存在 但是它这边有线手 嗯 好 可以是一抢这个 这个把这一抢 可以说黑棋真的是 实地优势 实地优势 现在呢 就是 但是实地优势 白棋要怎么办呢 白棋现在呢 就是 就像 不能让这般了 长 完全地失去它的作用 是吧 就从 木数上来说 其实这两部 肯定是没有这两部大的 如果它对黑棋 不产生什么任何的 影响或者作用 那这又吃贵了 对于白棋来说 在形势不好的时候 总得找找地方 对黑棋施加压力了 没错 没错 现在就全局来说 黑棋也就是这块中间 它的联络上 还稍微有些劝接 来 实战 实战是 点这个 对呀 然后我贴 它这个是在 它是在干嘛 它是想要分段黑棋 分段黑棋 因为就像现在 如果不早点头绪的话 嗯 所以单纯的笔木 那白棋可能比较辛苦 嗯 它现在要分段了 也只能这么来分段 这边正好 还有一个冲段 顶 哦 它有可能 瞄着是底下这一块 我在想 上面人家活的呀 它只要分段了 就有利益可图 嗯 因为你活 毕竟也就是两目活 但是它可以攻击这一块 嗯 好 这重断 嗯 这反正一切都是按照白棋的计划来的 对 然后它就做火 对对对 这个这时候不能断 嗯 断白棋就打出去 还有十分钟 断白棋就打出去 这个就很辛苦了 你当然可以打这个 打这个白棋是不能接的 嗯 接的话 黑棋这一般 白棋自己就进去了 嗯 所以 但是呢 白棋可以藏出来 或者滚包 都可以 哦 藏出来最厉害 这个是不是还有点危险 你提完后 其实你这还没有活进 嗯 本身这个黑棋还没有活进 况且这边已经是 这块 已经非常危险 嗯 嗯 怎么这样的话 黑棋非常危险 真的要逆转了 嗯 没错 不能随便断 不能随便断 随便断 就老老师做活吧 老老师做活 然后再定 哎 对 这其实还不能随便走到哪里 其实它就这个最最好的下法 是吗 我要是下这个 这个的话你就没有断点了 嗯 你将来这个 这个首先断点没有 对 可以打打的 嗯 第二个 如果它煎的时候呢 你还得要卖这个 这很痛苦 嗯 你还不能走在这边 咔死了 对 它真急了 就真这么杀了 对 现在你单病这个 白棋要来 要来走别的话 其实它 比如说这个 黑棋简单这一壶 怎么都是活棋 嗯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活棋办法 嗯 实际上它真的也是几万走的 对 黑棋两目棋 嗯 然后白棋是去这儿找头绪了吧 对对对 它不是 它是想加强一下自身 嗯 然后其实本身如果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挡下来 要攻击黑棋 嗯 黑棋这个 是绝对的一个线索 你不走 这一段 是会出事了 补齐呗 嗯 这个要补 补完后它就先手一个眼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黑棋 白棋要想攻黑棋的话 白棋应该先把这个给冲掉 冲了点掉 嗯 冲了点掉 白棋 黑棋这个其实是线索 是 对吧 这要挖断 然后呢 它这边呢 如果白棋都没走 黑棋这个也是线索 白棋可能来不及走 嗯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 这边已经有个眼了 黑棋再随便一走 不像是被攻的样子 对黑棋来说想要做活 可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 所以呢 他就先在这边做做准备工作 是的 他就想让我们黑棋这个失去线索 嗯 就看黑棋能不能让一下 这个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以说是遭到了 遭到了黑棋强有力的一个反击 嗯 而且实际上爬这个 挡下 他先提了一下 嗯 现在提 这个棋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厉 这块整过的白棋 现在剥了这个段 嗯 现在它白棋没有活干净 这个几次线索 就白棋提一下 嗯 交换一下先 白棋现在甚至都不能立 立然黑棋这一顶 白棋不敢张了 哦 这要死了吗 要死了 这一段 所以挤掉了 嗯 一段 嗯 现在等于是 它这个冲锁 下面是后手一个眼 这边是后手一个眼 两个后手眼 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对 不敢张 那这地方先不下了 不下了 它现在只能 这是扳的 它先扳 先考验一下黑棋 黑棋挤掉 对 再抽 然后扑这个 打上扑 嗯 它在黑棋的一手 可以稍微损失一点 实力没关紧要 只要让你这边是后手眼就行 嗯 嗯 然后黑棋 白棋没有办法了 白棋这边是之前走过一个 不是之前走了一个 这个 嗯 然后再把这个 等回来 补上 嗯 这个是必须得补出 这要补断了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一段 整个大龙都全部完蛋了 但是这个又被别人连坏了 我可不可以真的 我就拼一下嘛 这个啊 对 这个被断了就死了 这个 对 现在只有一个后手眼 刚才我们说了 立完顶完都不活 现在就 就更活不了了 但是感觉 我刚才下这个被黑棋脱线 然后走一圈又被人连坏了 是的 但是如果黑棋 假设这不能走过线索 它是不敢脱线的 这如果这两个被杀了的话 那时空 实力就完全逆转 嗯 好 所以它还是连路去 对 然后 现在白棋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完还是黑棋好 对 黑棋好 嗯 黑棋好 白棋现在打这个 还要打结 对 白棋打这个其实就说 如果他这个提了 你这个就后手了 嗯 然后呢 然后黑棋现在 如果打这个白棋提 还可以跟黑棋说说关子 嗯 所以没想到陈耀爷在 在这个时候 毫不得软 对 一人手还 对 手还那么厉害 打结 可以说是给白棋 然后黑棋脚这个 嗯 这个是先手 对 剃掉 还要冲 冲 打上 过来 嗯 下这个 嗯 嗯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要断 这要断 断五个 对 还是阴一下 阴在这儿了 它是想 不然 走 走到比如说你挡上 这个都 就突然再补回去 要好一些 而且这是不是有个点 就在这集 就补回去 嗯 它也会多一些节材吧 嗯 但是呢 就是黑棋的想 这个是我的节材 我是不愿意浪费的 对 我先提结 嗯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找这个节 找这个节 对 这个节 对 还已经消节了 嗯 那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既然你找节了 我这个就搬下来 它可以断吃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实战 它实战是又走这个了 就是找个节材 它并没有在这儿下起 如果你搬的话 嗯 这有个点 点我就沾上 对 我要和您杀器 杀器不太好杀 我也不会杀 但是 不太好杀 它这有先手 它这不要了 哦 嗯 嗯 我好好杀 那我是不是要死了 这一点一般 是啊 就是因为要死了 如果你断吃这个的话 嗯 它竟然是有个点 嗯 有办法 所以 所以这个就很痛苦 它找了一个节之后 还得补回来 对 然后再被沾回去 对 对 就是没有办法 对白旗来说 因为这个点一个 明显是要死的 是 然后现在 白旗是把这个 就这个时候啊 按理说是 白旗应该是先走这个 嗯 把这个刺掉 再把它贴回来 然后再跟 但是呢 对白旗来说 木树也不够了 嗯 这边也被骄傲 这边也被提了 其实就吃到了 结又被人打赢 是不是差不少了 差不少 对 然后 实际上是单贴的这个 它先保了这个 嗯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嗯 可以说是非常机敏的一首吧 嗯 白旗这个地方 先交换了一下 哦 这是 这是打姜 嗯 这是在五秒钟的 一个打姜 然后打这个 啊 打这个的意思 是想这样的 他可能是想搬这个 把这个断吃 把黑旗给留下 就是无论走哪里吧 嗯 先把黑旗留下 嗯 黑旗打打 哦 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有关系 有关系 我说呢 在这个 比如这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指的话 黑旗这里可以拐一下 嗯 等上 黑旗接住 这两个断点 它就护不住了 对 把黑旗断 黑旗直接可以断掉 嗯 嗯 所以它先打一个 是有必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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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是 它打的时候 然后黑旗又脱箱了 脱箱 对 因为这对黑旗 没有什么影响 这是接的还是退的 对 这是接的 嗯 贴这个 然后它是走这个 嗯 这也是最后几手了 对 应该是173 到这儿 然后赵汉诚就认输了 对 这确实 确实是得认输了 嗯 这还被断着 对 现在还得补 这两个中间两个被死了 本来是白旗的实地 是吧 嗯 那走到这样 确实也没办法了 因为实地本身对 嗯 这边也没有办法 这边 如果想断吃的话 黑旗还可以提 打的话 对我就打过 就可以打过 对 就行了 所以也没什么手段了 没什么手段 嗯 这两个死的话 肯定只有认输 死力杀太多 没有都是治了已经 嗯 那这盘棋最后就是 陈耀夜赢得了这场 主将战的胜利 最后中信北京是 3比1战胜了 咱们的未免冠军 辽宁绝华岛队 嗯 这盘棋可以说是下的 怎么说呢 反正陈耀夜是充分发挥他的水平 嗯 下的是非常的连贯 而且该用力的时候用力 该发力的时候发力 嗯 该抢实力的时候抢实力 嗯 下的非常好 乔耀夜的主将胜率 还在延续的这个 非常高的一个成绩 嗯 好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 把这段集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 再次感谢二位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球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 by bwd6